雞蛋這個問題 你把納稅的人錢拿去 當什麼鬼月燒紙錢嗎 就把它銷毀 你怎麼不銷毀農業部長陳其中呢 你為什麼要銷毀我們的納稅錢呢 鏡頭單爭議持續延燒 農業部長陳其中火滅不了 請辭了又被胃流 讓大安區立委候選人羅志強大酸 根本上演功鬥劇 演戲演很大 官位太香 他說陳其中捨不得走 演戲演得非常的大 昨天幾乎所有的媒體 都已經爆出他請辭的消息 結果馬上就上演宮廷的步步驚心 那看起來就是 蘇貞昌也站出來講話了 那陳建仁繼續裝死對不對 那當然陳其中就很開心 好官我自為之 其實這個陳其中這個套路 真的是已經很久 難怪人家叫他擊倒 他真的是 自編自導能力非常的強 雞蛋這個問題 就已經是謀財害命的問題 雖然他用這四個字去告人家 但我再重複一遍 你就是謀財害命 謀財什麼 超私50萬資本 海削3800萬 76個資本而已 憑什麼是超私 這就是謀財 害命 你搞出的蛋就是過期蛋 多少人吃下肚 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 難道你農委會 你今天陳其中 你不用負這個責任嗎 所以說句實在話 下台是剛剛好而已 也不是下台就能停下來 下台還要再交代真相 而且還在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 這才是今天真正所謂的負責任 但這種事情在民進黨不會發生 照陳其中這種官當下去 我直接講了 行政院副院長 甚至行政院長 早晚都是他的 每次鬧出要要下台 他都升官 之前要要下台 從農委會副主委升到了 農委會主委 那接下來處理各種事情 無能叫他下台 他馬上升格變農業部長 現在再來一次 所以在民進黨裡面 官真的是非常幸福好當 然後包括綠營內部 其實也有一些聲音反映說 如果這個陳其中的事情 繼續燒下去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賴清德的選情 當然其實民進黨裡面 也有一個盤算就是 有點像那個雲爆的賴清理 斷尾求生嘛 辭職之後也確實 雲爆新聞就不見了 對 不見了 那可是現在顯然 我認為中間背後 主要是涉及利益 實在太過龐大 這麼肥的一塊肉 是陳其中在掌握 陳其中在掌握 他當然他就有一個系統 他這系統不願意放手的話 就保住他的官位不掉嘛 可是整個民進黨所有的 對於陳其中該去該留 所想的東西 其實都是利益還有利益 權位還有權位 那你有沒有去想過 真正的關鍵是什麼 是那一些不健康的 但進到人民的肚子裡去 到現在為止 你不要講浪費公帑 對不對 五千多萬顆是他宣稱的 實際上恐怕不止 要銷毀 你把納稅的人錢拿去 當什麼鬼月燒紙錢嗎 就把它銷毀 你怎麼不銷毀 農業部長陳其中呢 你為什麼要銷毀 我們的納稅錢呢 那到最後 你看到不只是說 今天我們的這個納稅錢 被白白的被浪費掉 人民的健康 到現在也沒有保證 到現在為止 這些蛋的流向去向 一塌糊塗 一本爛帳 這樣的官員說真的 民進黨不只他要下台 道歉究責才是最重要的事情